其實黃珊珊的民調是這樣,從過去幾個月、九個月當中,她是慢慢慢慢一直在上升 而且選舉過程當中就看到誰行誰不行 所以你看一開始陳時中也是聲勢浩大,現在就幾個麻棚、七稻八稻再加上周玉扩 其實這裡就看出他們危機管控能力不好 那老實講,蔣文安倒是從頭到尾都不覺得她存在,奇怪 好像沒有這個候選人 其實這樣,她在立法院也是這個樣子 聽我們的立委哥我講,女士一道抗爭她就跑到後面去躲起來 她好像很怕這種抗爭,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當首長一定要面對各種各式各樣的困難 那種浴室就躲起來的習慣,不適合當領袖 這個其實我跟你講,在這個地方講這個 其實台灣真的說支持統一的大概三趴 97%的人是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那民進黨的選戰的策略就是說 只要是反對他,他想辦法把他打成那三趴 就把他抹紅變那三趴 所以絕對不可以讓台灣這個東西,讓民進黨搶去 所以這個我也知道民進黨的戰略,宣傳戰略就是這樣 反對台灣就是統的 拜託我跟你講,我們還是本土派,只是我們看不過你那個貪污的樣子 這也是民進黨一貫選戰操作 只要反對他的就把他抹紅 都變中共統領人 這哪有什麼稀,連那個高嘉瑜、王世堅 真是實際,都會變成中共統領人 不過是這樣,這個我倒是有回應 台灣的老師在美國是白宮的顧問 難道美國的CIA、FBI,比你們這些網軍還差嗎?不會吧 有問題人家早就處理掉,還輪到你這些網軍來發現 本來就是這樣,拿權辦事 大家都曉得,我跟你講喔 黑尾那個錄音檔出來,就兩個情形要說 第一,如果他講的是真的,這下麻煩 這下不管是小英還是蘇貞昌,你們怎麼面對國人 你們真的是手伸進NCC去操控媒體 如果他講的是假的,我跟你講 那應該是,不管是總統府或是行政院 應該直接告那個賠為 不然他這樣講,你們都一兩邊 我跟你講喔 這兩個只有一個 如果到現在為止總統府都裝頭鳥 假裝沒有這件事情 那應該陪委那個錄音檔就是真的 這個真假他有什麼困難 拿去刑事警察局做聲文鑑定 半天就出來了吧 所以是這樣,不要再裝頭鳥了 請大家,請總統府跟行政院直接面對這個問題